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这里有很多客人买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语力,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是,Della好,大家好 袁先生,今天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口腔里面的,就是生菲脂的一个情况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肺脂有什么症状,怎样形成 还有可以有什么同类疗法帮忙,可以处理快些治疗 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可能是经历过了,没有什么人说没经历过的 这种肺脂,医学上叫做溃洋瘡 英文叫做Canker sore,Canker sore,溃洋瘡 俗称叫做菲脂 大家都知道,通常在我们口腔里面有些小小粒粒的溃洋瘡 可能发生在牙肉、牙床、上额 正确上是起因都不知道的,但也有机会跟我们某些维他命、抗物盐不足 譬如铁质、维他命B3、叶酸等等 也都可能令到一些人容易生菲脂的 有些人就是吃东西,比如吃酸的东西 金属酸的东西都会引发的 也有些人的感觉,当他睡得不好,工作压力大 就会容易出现菲脂 通常这些菲脂,自己都会好 七天到十四天,但问题是很痛的 出现的时候是很痛的 所以很多人尽量都要立刻处理好他 遇到这个情况之后,我第一经常说 望问问前,自己看真一点 看真正菲脂到底是多大 还有什么颜色 是否有没有很白,或不是白,或是红 还有看看是否有很多位置 例如可能在上额,也可能在喉咙里面 所以他认为应兴困难 还有问问什么引发他 他可能说出,最近睡得不好 还有他可能说,我刚刚吃了酸的东西 或者有些人是这样的,咬一咬 就是不小心咬到那个唇 那地方就会出现菲脂 还要问问患者 就是什么令他好些,什么令他差 在问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已经知道 用什么尿剂 如果他说,我的菲脂是很生气的 是有一种消灼的不适 这个就是新的尿剂的尿剂 如果他说,我的口感觉得很干又很生气 而且对那些吃的咸的东西 或者那些香料酸的东西 有机会,这个是一个叫Borax 磐沙,B-O-R-A-X 这个是一个疗剂 如果一个患者,人本身的型是肥肥白白 还有你的头容易出汗 这个是盖型的人 可能用他的体质的疗剂 也有时候,那些人就出飞肢 但他也告诉你,他经常爆唇瘡 很多人很容易爆唇瘡 这个就是炎型的人 那个症状 亦都发现,如果他说 我的菲脂得来 就是口痛 痛得来,就突然觉得流口水 和口气重 这个就是水银 Mercurius 在我们的指引方面 其实最常用的 如果什么都不适用 纳三菲脂 就是用Nature Myriaticum 和Borax 这两个可以这样说 是最常用得着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或者当时手上什么都不适用 你就用了鹽和Borax 这个 好了,我曾经所说的 身 身通常用在菲脂 是一种烧脂的那种痛 烧热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人很怕冷 很焦虑 很疲惫 很疲惫 觉得自己很辛苦 需要人帮助 这些人 好了 如果在婴儿身上出现的肺脂 最常用的疗剂 就是Borax 是磐沙 小朋友 婴儿出现的那种 尤其是 有些出现的那种 尘口都白了 鸵口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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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毛困的 如果小孩 你见到是一个小孩 接着有了鵝口疮 你就不用想了 Borax 这个尿剂就是磐沙 如果那个婴儿 肥肥白白 酸酸酸酸酸 头大大 大 头出汗很厉害 这个就是Cylcary Carbonica 就是钙 如果有些人告诉你 我现在肥脂痛 但我平时很容易出唇疮 就是抛唇 这个就是炎型的人 Nature Muriaticum 好 尤其是 很多时候 我晒了之后 晒了紫外光的刺激 曝光之后 他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也是炎型的人 炎型的人 还有比较怕光 他平时就喜欢戴太阳眼镜 这样 好了 如果那个病者 患者就虽然 口气重 流口水 还有他告诉你 口子好像有些金属味 那些 这个就是水韧 Mercurious 就是那个拱 好了 如果一个人 他平时是很热的 他的体温很热的 而且他口又烫又热又干 也是很烧的 平时他喜欢吃甜的 还有吃很多香味重的食物的人 这个可能是一个硫磺型的人 那你就给一个硫磺修化 这个 好了 那怎么用法呢 我通常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其实每 用30C 就是我们说常用 我们也建议 如果在家常备的疗剂 最主要就是备了30C 那如果你再想多些 可以加上200C 一个Kid一个Kid 那么就制定这些 这样的疗剂在家 是很方便的 好了 那通常呢 每四个小时用 直接都会改善 好了 如果你试过三剂 就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三剂之下都没有改善 那你就可以转弱的了 OK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康复了 那你就觉得 就是康复的时候 没有症状 就不需要用了 但当它症状 好像又出来 那就再重复 就是那个疗剂的用法 就是这样的了 好了 那 非脂的治疗呢 我经验之中呢 通常呢 都要 只能够帮你 减轻那个 那个病情 就是 你可能平时要七天 两个礼拜 是很久的 那可能呢 它缩了两三天 是吧 也都会减轻 那个痛和那个 那个发炎的 那就是 那 因为始终是一种 潰扬啦 那它不可能 就不一声就没有了 哈哈 都可能都要三几天 但是呢 就会减轻那个 那个痛楚的 好了 万一 手上没有什么都没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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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得 有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不够分了 挨饮 工作忙 读书辛苦 啊 那会发出来的 那当然呢 自己要 要减轻 吃多一些B杂,高分能的B杂 酸性的橙、柑橙、番茄醬、醋 其中一种酸的食物要避一避 当然有些人会用西瓜酱 很流行用西瓜酱这类的东西 如果有,也可以用 帮助你自己舒缓这个症状 袁先生,不如你每一支疗剂 和我们详细地再解释一下 让我们听众很容易配备到疗剂的用法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是用得比较上最多的疗剂 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Borex的磐沙 通常都是小朋友 尤其是出问鹅口疮 婴儿那些更加 通常他会觉得 那个口就会很轻 有时BB仔,妈妈喂奶 他会发现 那个BB仔的口是很热的 甚至是很轻的那种感觉 还有,如果有时你去碰到 那个肺脂的地方 可能会出血 还有Borex的磐沙有一个很特别的阵型 那个患者很怕这些向下跺的那种感觉 好像玩过山车 他不喜欢玩的 他很怕这些向下跺的那种感觉 那么BB仔也很用事 你抱个BB仔 你从上面慢慢放下它 哇,他很害怕 那这个是一个磐沙的阵型 OK 那当然他也很怕吵吵 对声音特别敏感 甚至小声哭哭就死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疗剂 Borex 那第二个呢 我就说用那个盐那个 OK 那盐型的主要症状呢 通常那个肺脂呢 生在那个口里面 还有呢 记住呢 加上是唇瘡 OK 即是如果你两个出现了 或者它两个不是同时出现 但是你知道呢 这个患者呢 平时很容易生唇瘡 可以想想这个尿剂的 那盐型的人呢 都比较上 人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敏感一点 很容易受伤害啦 就是情绪方面啦 很敏感的 那有时候呢 就个人呢 有不开心呢 通常呢 就收起来 自己是在义一角 不想和 别想告诉人 OK 那当然呢 这个肺脂呢 可能出了口里面呢 尤其是那个牙筋 牙筋那里 那里 或者那个 那个舌 那里 那通常呢 就是 因为食物会碎掉它的肚痛,所以通常这些人吃不到东西 嘴唇可能会经向肝,或者下唇中间有个裂痕 通常他可能会告诉你,他不喜欢晒,怕太阳光 通常可能凌晨10点钟是比较容易差一点的 平时这些人喜欢吃浓味的东西,咸的东西 喜欢吃那个淀粉汁的披萨,或者是面包和柠檬,这些是平时的喜好 接着我就可以考虑哪个疗痕呢? 比如那个水银的拱,mercurious 水银的阵形如果出现很容易看得到 通常就是口水多,有口气,还有口有金属的味感 通常炎症和汇养都很厉害的 水银的人都和以前大家都分享过,是对温度特别敏感的 就是他又怕冷又怕炎,好像航空表那样,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的,还有水银呢,你可以看到 牙银的针那里,通常有些浮浮种种 通常牙周那里,牙肉浮浮种种的 那里呢,那里呢,比较是湿润,即是口水,流入口水 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一种肥胖呢,和那个里的周边呢 是有个牙齿印,通常人都怕冻,又出汗 那有可能呢,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打冷症的 那当然他本身的人呢,比较喜欢吃面包,炸牛油 这是他比较喜欢的食物来的了 好了,接着呢,另外一种疗剂呢,就是那个 新,Ascenicum Alvin,新的重心是,气 即是凡亲那种痛症呢,就很气的 还有呢,亦都口气啦,本身的人是怕冻,口渴 但口渴呢,很有趣哦,他会慢慢地喝点暖水 小碗小碗,摔下摔下摔下的,他不会大口地喝的 那么他人呢,很不安啊,很焦虑啊,很怕冻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Synicum Album,这个的证形 好了,接着下来呢,就是那个Calcaria Carbonicum 通常呢,容易用在那些婴儿那里 肥肥白白啊,头大大啊,整天头呢,是湿湿很多汗的 那么他人呢,出汗得来呢,是酸酸的汗 或者口气呢,是酸酸的,那么 那,库研的Synicum Album就比较是,是独立一些 有少少是固质的性格 那么,也都很多时候呢,是出现在,在出牙制的时候 OK,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么,还有呢,他是特别喜欢吃鸡蛋啦 喜欢吃甜食呢,或者咸食也喜欢吃 但最重要呢,他们是很喜欢吃鸡蛋的人 OK,这个就是Calcaria Carbonicum的证形了 那么,最后呢,就介绍一个疗剂的硫黄了 那么,硫黄你知道呢,硬的,是不是 那么,所以他痛呢,通常都是硬硬的痛 那么,硫黄的,通常呢,是比较热的 那么,硫黄的,通常呢,是比较热的 那么,跟我刚才说的,身呢,有少不同的 身呢,都有一种消热的痛 但是,你身是怕冻的,是很不安的 那么,硫黄的人呢,就是硬的 那么,硫黄的人呢,就是硬的 口肯很干,很热的 还有,面呢,嘴唇呢,就是眼圈的地方 都是比较红的,OK 硫黄的人呢,就比较上呢,就是 不喜欢吃鱼或者吃瓜类 我们每一个疗剂都有它的特别的指引 我们医疗疗化成很强调 通常是同病医治、医病同治 每一个病都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这些疗剂应用的地方是很广泛的 但大家都要懂得如何辨证疗剂 今天袁医生帮我们介绍了非知同流迪法 相信很多的听众可能都经历过 知过以前多么痛苦 所以应该家中常备了这些疗剂 一出现了问题就可以及早医治 就不用搞到严重了或者要辛苦了很久 才可以医治得到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于疗剂及健康产品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认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三天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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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